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来到大家的当中 来的机会不太多 但是能够来到我刚才上了18楼 告诉我三年了 你们在下边 我也不知道 证明我很久没来过了 但是能够回到大家当中很开心 因为我是当初来恩福堂侍奉 我申请的工作是来普通跨侍奉的 当时他说 牧师跟我说有人坐了 你来晚 所以这个工礼不能坐 所以今天能够还是在大家当中 所以我是很开心的 在马鞍山我们有一个的 普通话的团契 我们大概十来个弟兄姊妹 有从北京来 有从重庆来 有从特多斯福建来 有从福建来的 这里面不是很多福建人 你们这边干嘛 我们就很开心 因为我们很多的经历 是我们从国内来的人才明白的 如果你不是国内来的 真是帮不了你 但是你从国内来的 你才明白我们经历多么大的难处 我们一起来上述的时候 我们就很看到大家的心 就算我们是年纪很大 有些年纪很大的长者 想起当初在不同的政治斗争中 怎么走过来 那份的难处 我们都是能够比起的体谅 所以今天我预备的经文是 从尼西米记 因为我在满山堂就一起 跟弟兄姊妹来预备 看在一个不同的政权 因为尼西米很特别 他是在波西帝国下面侍奉 波西帝国跟他以前犹太人的国度很不同 因为他是他的王不姓神的 他的国度是很大的 他的国度的年期是很长的 尼西米离开世界之后 这个国度还会存在 很像我们中国人 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 四节的经文 就是尼西米记一章一到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 看见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 加加利亚的儿子 尼西米的言语如下 雅达雪狮王 二十年基斯牛越 我在书餐城堡中 那时我有一个兄弟哈拉里 同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那些被鲁归魁魁 圣煞成全的犹太人 和耶路撒冷的情况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鲁魁魁圣煞的渔民 在犹大省那里遭大烂 受灵欲 耶路撒冷的城堂被猜尾 城门被火焚烧 我听见这话 就做悲哀子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 尽死祈祷 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起香港的情况 一百多万人上街 很紧张的一个政治气氛 在我们很多时候 在香港多年没见过 还有好像就是两阵队员 大家都不让大家 要硬碰的一个感觉 在家里为这些来祷告的时候 我就想起三十年前 六四的晚上 那个时候六月是六四 那个时候也是很紧张的一个气氛 也是在北京政府与市民 也不是商量 也是大家都是迎着头要碰过去 三十年过去了很快 是不是 想起来是三十年以前的事情 今天的年轻人 很多人觉得他们上到街上边 政府也不退让 我们经历过六四这一代人 这个感觉很熟悉 是不是 我们很熟悉这个感觉 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的 那个主观晚宽 我们想其实我们 也不会改变过什么事情 我们香港人每年去 好像什么都改变不了 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面对这个失望 我们很可能会很亏心 我们很可能会 没有什么力量再往前走 很多时候年轻人 我们坐下去听他们谈话 他们都说 坐下来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我们移民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我的公司能够有机会 我就往另外一个地方去打工 不想留在香港 有没有听过年轻人这样子说 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子说 不想留在香港 今天我们这个圣经人物 黎七米 同样他听到的情况 也让他很亏心 可能他可以像很多的年轻人一样 他从此之后就不再问政治 从他来说 在他出生之前一百年 犹太人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 那个时候带来很大的盼望 希望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敬拜 但是到他今天一百年过去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好像耶路撒冷的城长 还是被人家插掉 城门给人家尾掉 一百年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 好像我们中国人 在过去一百年 是我们最困难的一段日子 好像过了这么多年 以前我们很怕的政治冲突 好像今天又一次来到我们的头上 特别是我们中国内来的人 特别怕这个情况 好像再一次来到我们身上 可能对于黎七米来说 他有一个选择 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他可以在工作上继续站前 皇帝还要很伤心他 下班之后还在苏山城 找一个地方 磕磕酒吧什么的 就可以过他的一生 但是他的行动 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圣经 今天我们就试看他的生命 这段圣经第一章第一节 这样说他说 哈加利亚的儿子 尼奇迷的言语如下 雅达雪狮王二十年 基斯牛岳 我在苏山城堡中 城堡中 谢谢啊 我们看这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我们一看 就是他是用 我在苏山城堡中 好像是黎七米写下的 应该我们认为 整个黎七米记 大部分都是黎七米 他自己的记载 他用第一生写下 自己的大部分的情况 简单来说 就是他的一字本 他自己发生的事情 他写下来 但是从这段经文第一章 第一节我们看见 是有一个偏棋 一个偏解 来加上了一些的材料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看 因为他这样说 哈加利亚的儿子 黎七米的言语如下 他不是说哈加利亚的儿子 我的言语 我黎七米的言语如下 他是用一个第三生 开始的 他加上了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材料 就是黎七米的爸爸是谁 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爸爸是谁 他加上这个材料 然后他加上第二个材料 如果你看原来的圣经 在希伯来的圣经 是没有亚达学斯王这四个字的 这五个字的 他就写原文就是说 二十年基斯纽约 这样子这样子下去 亚达学斯王这五个字 是后来在可可本翻译的时候 加上去的 为什么加上去 就是因为其实整个黎七米记 跟以希拉字 是在纠约圣经是同一段的经文 它是同一卷书来的 就是有人把这两卷书 篇成一本书 有人拿着以希拉的生平 拿着黎七米写自己的生平 把它篇起来成为一本书 在旧约里面是一本书来的 他篇的时候就有些地方 他加了一些材料 特别在以希拉记第七章第七节 写到这样的一段经文 他说在王第七年五月 这个王当时亚达学斯王第七年 以希拉记第七章写到这里 以希拉记第七章之后 一直没有再有时间的材料 一直到黎七米一章一节 因为这个篇节 我认为这个篇节是以希拉自己 以希拉他一直写下去的时候 写到黎七米的时候 他也继续写下去 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在以希拉来看 他知道是亚达学斯王的二十年 但是和和本 把他分开两本书的时候 就要把亚达学斯王 这五个字加上去黎七米记 因为分开两本书了 读者不明白是哪一年 他就把这五个字 偏下 这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加上去 这是我想说什么 其实整个黎七米记 是个大历史 一个神成就的历史 我们再看下一个头影片 其实整个以希拉跟黎七米记 不是黎七米这么简单 不是他生存那个日子这么简单 以希拉是把整个的历史加上去 以希拉首先让人看什么 是一百年前 主耶稣出生之前 五百三十八年 犹太人第一次回归圣殿 然后中间经历过以希帖的时间 然后以希拉第七章的时候 以希拉就写自己的事情了 已经过了大概八十年的时间 他说我回来的时候 我处理过一些犹太人的问题 就是他们结坤的问题 然后他再接上去 不单止我处理过问题 黎七米也处理过问题 他处理过整个耶路撒冷的 圣城的重建的问题 他重建的圣城 他也重建的敬拜 这个篇解就把以希拉 离七米篇成一本书 其实不单止是这两本书 历代字向下也是以希拉篇下来的 所以对于他来说 历代字是从亚当开始的 他说从亚当开始 整个成成就的历史一直是这么长的 我今天来处理犹太人通婚的问题 以希拉记第七章 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 而是整个历史的问题 而是一百年发生过的问题 我们不要从一个单一的历史 看今天的事情 我们从一百年来看 从整个畅造来看 所以这是神成就的一段大历史 从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看见 这是一个神大成就的一个延续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 我们社会发生的事情 不要单单就看今天 我们看看一百年 神成就发生过什么事情 一百年之前是什么年份 大家的减数可能还忘记了 一百年是什么年 一百年前 一九 一九一九年 大家好像不太敢说 减一百都不敢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果然是我们的普通话团 我在广东话的崇拜问 是没有人可以回答 一百年前发生过这个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那个时候是中国人第一次有一个 除了以前东汉什么公车上 输了一些日子 是中国人第一次一个很大的公民运动 五四运动那个时候 我们国人推雄两个先生 还记得是什么先生吗 德先生跟赛先生 就是这两位先生了 就是德就是democracy 就是民主 还有赛就是science 就是赛先生 两个先生可以成就中国 那个时候中国人是这样子思想的 这两个先生来到 就可以拯救我们中国 是我们中国选择的一条路 很想选择的一条路 但是现在赛先生 很想听人来 很完全相信他 因为赛先生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让他的生命蒙上一个很大的污点 因为一九一九年是什么事情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加起来死亡的人数差不多是一一人 一一人是很多的人 以前没有德先生的时候 没有赛先生的时候 杀一个人不容易 是不是 没有赛先生的时候 我杀一个人一刀砍下去砍 砍得大都不死的 所以就是很难杀一个人 但是有了赛先生 短短几十年的时候死了一一人 所以整个世界都正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科学我们要怎么用 科学不是万能的答案 科学在短短五十年之间 可以杀死一人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另外一个先生 如果是赛先生 我们有些疑问 另外一个先生是德先生 democracy 民主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事情 好像到现在我们好像很多书都说 民主走上一个绝路 好像民主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经常都疑问民主是个什么事情 其实民主是教会开出来的一个夸夺 民主是怎么来的 就是苏格兰的长老会第一次开始民主的 因为那个时候以前的教会都是皇帝来掌管的 现在在国内的三次教会跟家庭教会的分别 其实在英国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就是圣公会跟自由教会的分别 如果大家回顾这一段历史 当时的圣公会就是三次教会 皇帝派那个主教来管理 然后很多的牧师就说 我不行啊 皇帝不能派主教来管理 你不许皇帝派主教你就走 不许你 甚至我们有没有人念过这本书叫 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那个作者是什么 他本人约翰 他就是因为不愿意在当时的三次教会叫圣公会 跟现在的三公会不同 如果你儿子在三公会上学 不要冲击他 当时的三公会就是三次教会 本人约翰就是不愿意在哪里讲道 到初来讲道 就为这个原因他做了二十年的牢 是一样的事情 历史在重复他自己 当时教会就因为不允许皇帝来管理教会 就说我们用长老来选择自己来投票 选择我们自己的教会管理 民主是从教会来开始的 特别我们是拨道会 我们一直坚守这个原则 德先生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圣经教导人是罪人 我们不可以把所有的权柄交给任何人 特别是现在主任牧师 我们也要很小心这个事情 人是罪人 不能把所有的权柄交到一个人身上 还有人人都是神畅造 而常有平等这两个概念 是我们民主的一个开词 但是一百年前 那个的五四运动 我们的人民很羡慕教会的花朵 没有想过教会的根源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运动 叫非基督运动 不是非基 而是非基督教的运动 特别是国民党当权的时候 国民党说我们中国人当家做主了吗 为什么还要教会来我们当中 我们有一个非基运动 至少基督教能够排除出去 但是离开了教会的民主 德先生不能走很长 不能走很久 最后我们中国人相信另外一件事情 是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其实我们以为这个是真理来的 是不是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子讲大的 我们觉得这是不能转变的真理 这是中国人选择的一条路 不是怪谁 我想毛泽东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他也有他的困难 他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路 但是他选择一个不得已的路 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真理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一个真理 就是参赶集里面出政权 一百年过去 三十年前的六四 这个学桥正到高峰的时候 我看见学生推出了一个什么 民族旅神像 我当时很奇怪 我当时信了耶稣 我觉得很奇怪 不是大家都是无神论吗 为什么你推出一个民族旅神像 其实也很特别 到一个情况 他就是很想有一个偶像 来团聚大家 这个偶像可能用不同的情况出现 可以用一个画像来出现 你要把这个画像挂到教会里边 我们听说过 也可以用一个民族旅神像出现 这个民族旅神像 我们今天在中文大学 下火车还见到他 是不是 我想这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地方吗 应该是 为什么有个民族旅神像 就在中文大学的旁边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人对偶像的心 从来不因为教育的改变 而改变过 我们这样看回一百年 可能很希望 好像尼西米 看回他的时候 可能很希望 但是同样我们再看一百年 我们从头看一篇 一百年之前 教会是宣教士建立的 七十年之前 1949年的时候 宣教士完全要离开中国 那个在一个极端的政权下边 我们认为教会会消息的了 当时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教会变成在中国极根的教会 当时教会没有建筑物 没有宗派 没有体系 教会只是回归受苦和圣经 就是那个时候 教会知道 什么是中国人的教会 有点像 共产党当年的长征 在长征的时候 共产党知道自己 什么是共产党 是不是 他走过这一片路 他知道谁是共产党 谁不是共产党 教会走过这一片的路 知道中国人的教会 是怎么样的教会 不是宣教士的教会 宣教士把笨交到 第一代的中国人的手上 中国人现在把笨交到 第二代中国人的手上 这一百年教会走过来 已是四十年之前 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 教会一个很大的父亲 现在教会 中国人的教会 已经不是西方的教会 中国的教会 已经不能够从中国里面 跟除掉了 跟以前的时间已经很不同 中国教会已经极根于中国 这是一百年来 神做的事情 我们看回头 神对我们有恩典 特别香港教会 神很祝福我们 我们收的资源很多 特别是在这一次的 公民运动里面 我们看见基督徒 发挥了很正面的角色 是不是 他们在哪里唱圣诗 劝两面不要冲击 连以前我们在香港 有高登讨论区那些 以前用超言位语 骂基督徒的人都说 你们这些基督徒 以后我不再用出口骂你们了 谢谢你们了 他们已经对我们基督徒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因为教会在一百年的改变很大 是我们中国人的教会 特别是我们这里 是一个普通话的崇拜 更加的重要 因为你们有这个思维 有这个言语 有明白中国人的心 你们可以把福音传回去 对大家的要求是多的 所以我们看回一百年 如果我们单单看 离七米经历的事情 可能很绝望 城门 尾掉了 城墙被尾掉 他可以很绝望 就离开 我都是享受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 但是以希腊本 整一百年的事情偏下来 让我们看 我们不要 没有立上前行 反而问 教会现在应该怎么样上前行 教会要往前走 不要被政治的势力来左右 很多人很希望教会能归边 特别希望苏牧师归边 你是知识哪个颜色 但是我们看见 在这里 六年前不敢掏退休 习近平能来继位 我们好像看宫廷局那样子 是不是 看见 为什么他身边的人都是挂炎来的 就是一直看 这个又是大劳苦 这个又是大劳苦 我们经常看 看得我们都不知道 谁是大劳苦 看得一块的时候 我们看到 好像离七米一样 习近平向到台之后 可能他的政治环境很差 所以他要受得很紧的控制 但是我们听到中国教会 甚至我们香港教会都有这个 今天离七米第二到第三节那个感觉 离七米第二到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练一遍好不好 那时我有一个兄弟哈拉里 同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那些被鲁龟馗 圣煞残存的犹太人 和耶路撒冷的情况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鲁龟馗圣煞的渔民 在犹大省那里遭待案 受耶路撒冷的城长被拆尾 城门被火捆烧 我们今天的弟兄可能不叫哈拉里 但是他们都来我们这边报告 说要插十字架了 要挂锅旗了 要挂花巷了 这些情况 要停止聚会了 在这些报告里面 离七米可以有两个的政治反应 第一他可以推翻波斯王桥是不是 暗杀亚达学斯王 给一个毒肘给他看 在他的饮料里面加一些东西给他磕 杀死他 他可以走这个路 但是如果他这样做 是不是就解决了教会的问题了 是不是就解决了波斯的问题了 我想不可以啊 另外一条路 他可以加入波斯的间歇 专心间歇波斯 让波斯的经济继续往上走 波斯往上走 就是等于神的国往上走 建一条从耶路撒冷到波斯的高速铁路 这就好了 他也不是走这条路 离七米两条路都不是这样子走 离七米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 听到神的家受破坏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动词 这里离七米问他们 那些被鲁归魁 圣煞残权的犹太人 可耶路撒冷怎么样 他首先去查问 查问之后 离七米的关心有两部分 第一是犹太人怎么样 他关心是神家里的人 他首先的关心不是政治的问题 他首先关心是神家里的人 他说这些人是什么 他是残权的犹太人 圣经每说到残权的犹太人 就是说到 神一方面显出他的公义 犹太人为什么残权 因为他们违背了神 所以他们剩下的不多 另外一方面 犹太人为什么残权 因为神还有慈爱 让他们没有完全的断绝 所以他知道这些选民还在的时候 就看见神的公义和慈爱还在 他首先关心的这些人 我想大家在不同的政治环境里边 我们首先选择关心的是教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不是说我们不关心政治 但是这个很重要的选择 离七米当时是选择这个关心 所以在我们现在一开始有很多纷争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教会里边 我们的青少年同工 就推出一个 让青少年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的指引 他说我们鼓励我们青少年的群体 要思考要讨论 但是我们讨论的时候 要思想我们的平台是不是开放 不要成为骂战 我们的态度是不是开放 是不是尊重 我们的守法是不是不针对人 而是造就人 我们看我们的年轻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有一个讨论的心情 还有我们要求我们的年轻人 在这个时候 我们听到在报纸说 十分之一的人 他们的精神状态 有这个的焦虑 有这个忧郁症 年轻人这个比率更加高 他们关心的这些人 他们的健康是怎么样 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是他们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我们教导我们的年轻人这样子思想的时候 他们心里就平安 继续地往前走 第二个离西米关心的就是耶路撒冷是怎么样 他知道耶路撒冷不像他自己所住的苏山城 耶路撒冷当时是一个很多人要争夺的地方 如果你看离西米后边 夏马利亚人 亚门人 亚罗坡人 亚瑟德人 从东南西北这四个地方都围着耶路撒冷 他们都想攻打耶路撒冷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 但是当时 离西米关心的是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 离西米在这个情况里边 他知道两个地方都受到伤害 就说譬如说现在如果是政治环境 让教会分裂撕裂的时候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更加首先关心的是教会 待会再说这一点点 我们看见离西米的关心 让他有五个行动 第四节 他坐下 他哭泣 他悲哀 他禁食 他祷告 坐下是一个很没有力量的表现 他一听过 教会耶路撒冷是这样子 他就哭起来 这里我想大家 关心政治问题之前 关心人的心是最重要 像我们教导年轻人的 在现代社会 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流露很困难 我们不敢流露我们的感情 我们不敢哭 我们不敢哭 但是离西米他哭 他哭了多少天 哭了几天 如果我们哭几天 我们怎么样 我们带他去看医生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有没有用荣 我们自己为香港哭几天 为中国哭几天 我们可以用很多天 来经历自己的哀乡 来告诉我们自己 其实是很害怕 来告诉我们为香港很担心 但是我们也知道 如果哭几天 很容易走不出来 但是离西米他不害怕 经历他的经历 他的伤痛 但是他的伤痛 他可以转化过来 他后来 哭泣之后就怎么样 他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 每次看电视 每次看上网 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心情 是不是 我们可能有很多 你不用告诉我 你的政治取向是怎么样 无论你怎么样的政治取向 你都有很多不同的心情出现 但是在这些心情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让自己承认 经历自己的禽水 我们不经历的话 我们反而更容易有禽水病 所以我们看到年轻人 有些年轻人 他游行之后 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游行都没有用了 我就死掉了 我就去死掉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是这样子做 但是我们告诉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盼望 不是放到一个的政权身上 我们的盼望是放到神的身上 有一天可能 如果你是一个警察 或者是一个军人 你可能会国家去死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死法 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死法 因为我们的盼望 不是放到一个政府上面 如果我们单单把盼望 放到政府上面 我们就会死 是不是 那些年轻人就要自杀 其实如果你想通一点 这跟红卫兵没有什么分别 是不是 跟当年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没有分别 因为当年的红卫兵 也是把整个盼望 放到政府的身上 就好像今天的年轻人 把整个盼望 放到民主的上面 都有问题 我们的盼望 是在神的上面 所以如果有年轻人 也有这种无力的感觉 你要像黎西米一样 让他经历这些感觉 让他思想带出一个重禁食祷告里面 看到神的身上面 有一个卷框 我看到一个的学校 叫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情绪的不稳定 可能有这个头影片 就是几点 第一如果是年轻人这样子 我们就稳定他的情绪 远离不要看这么多新闻了 让自己安静一下是很重要的 不要多看新闻 关注我们的身体 如果年轻人是这样子 我们就问他 你最难过 最愤怒 最担心的是什么 问一问他 不要就骂他 以前我们六四的时候 要出去 我们的爸爸妈妈 也不许我们上去 现在我们的孩子要上去 你千万不要去 千万不要去 骂他也没有用 但是问他 你最愤怒的是什么 最难过的是什么 然后告诉他 现在的事情不是一个一般的情况 你有这个反应是很正常的 让他来接受自己的反应 然后我们一起用祷告 好像尼西米一样 交给神 平复我们的心情 让他知道 正苦之后还有更高的主 不要把整个盼望放到民主自由 这只不过是一个夸夺 根源还是在神的里边 然后要鼓励他寻求身边的人来帮助他 有需要带到教会里边 找国邦 找Kith 他们都可以帮助你们 平复他们的心情 这是我们做和平之子最重要的情况 社会说什么 就是可理非 是不是 和平理性 非不利 我们基督都说什么 我们要灵可修 我们要灵里边要有看见 因为理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在圣灵里边我们解决所有问题 理智说没有民主我就死掉 圣灵告诉我们我们有更大的主人 不是民主 是我们的神 是耶稣基督 他说我们要 就是理性 我们还要和平 我们不单止和平 我们要和平的死者 我们帮助人收保他的关系 让人跟自己的情税 跟自己的关系收保 他说我们要非不利 我们不单止非不利 我们还要收补关系 在一个冲突的里边 警察那边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冲突的这边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为他们祷告 特别在我们当中有公募员的 我们要对他们 特别他们的家属 我们要关心他们的健康 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不要跟社会的理智 有他的献祭 但是我们的灵性 超过这一切 离西米 在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 在以气消沉的人 在离西米记 他在他的魁忆录里边 正经学姐看到他 说他六次说到 神那里要祭练我 要祭练我 这六次的祭练 四个是正面 两个都是负面的 我们一起看 其中的一些的祭练 在下一个头影片 我们一起来练这个 自从我奉派 做犹大省长的那日 有没有下一个 再下一个 不是这个 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 跳两个 可能没有 就看这里 他就说 要 然后第十七节 十八节 他就说 其实他 刚才那段经文说什么了 就是 在离西米 在上回 刚才那段经文 刚才那段经文 对 他在这个事前之后 他做了十二年的事情 为神的国 做了十二年的事情 很多时候 我们看下六次之后 很多的民运人士 都 亦次消沉 大家还记得一个人 叫魏金生 大家还记得他 我们老一代的人 可能记得他 他是北京之村的 一个民主人士 现在他在哪里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他在哪里 他可能还有一些活动 但是这些都慢慢退出了 但是我们看见 我在之前看过一本书 在下一篇这本书 下一个头影片 这本书 那本书 从六四到伊拉克战场 我就很奇怪看这本书了 就是一个同样是 这个叫红燕 熊燕 熊燕 他是一个的 也是一个当初被通缉的 一个民运人士 后来他信了耶稣 做了一个牧师 然后做了牧师 他就跟着军队 在跟着美军 在伊拉克 他就叫个随军的牧师 他成就了很多人 带领很多人信耶稣 好像尼西米一样 六四过后 可能很多人 没有什么心情 移民算了 什么了 但是他们为了神的国 继续发挥他的力量 这提醒我们 在现在 好像整个社会 我们很有 没有力量的感觉 我们可以不是这样的选择 特别看回离西米 他回到神的身边之后 他就是另外一个人 如果你看 给大家的经文 大纲里面 给大家的经文 五章十七到十九节 他供应了犹太人 所需用的一切 他说 我的神 求你祭练 我为这百姓所造的一切 私恩给我 他供应了他们吃的东西 然后去了十三章 十二到十四节 再下一个头影片 看看有没有 他就是怎么样 他供应了 不但只是犹太人 供应了立位人 就是当时在圣殿 侍奉的人 供应他们的 所需用的份 然后他说 我的神 求你因这世 祭练我 不要涂去我为神的殿 与其中的礼仪 所献的中心 然后到十三章 二十二节 他重定安施日 再下一个头影片 再下一个了 他重定了安施日 他说 求你应届世 祭练我 叫你丰盛的联名 联名我 然后十三章 三十到三十一节 他不单止这样子 他还分派祭司 然后管理了他们 怎么样 整个的分音的情况 然后他说 求你祭练我 施恩于我 我想说这里是什么了 在这一个情况里面 尼西米听到一个很沉重的消息 他听到整个城门被围 圣殿被围 整个耶路撒冷被围 但是他不是就没有什么工作 他而是把整个情绪 放到神的面前之后 十二年之间 他向四面的行动 重建圣长 重建四奉人 重建安息 重建神的子民 这一个的帮助 让我们有力往前行 我们不是没有力往前行 我不是说 政治没有对错之分 都可以有对错之分 但是我在说一件历史的事件 可能当时我们都不在香港 香港当时是六七步动 我们香港人就可能知道了 有谁那个时候在香港的 六七步动的时候 Edward你应该在 是不是 我们不多 我们这里都是国内人多 六七步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 叫遍地菠萝 那个时候 好像今天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那些红卫兵 叫做什么 我们要收回香港 五十二年过去了 五十二年过去了 在我们马鞍山的堂会 我们有当年的红卫兵 有当年 五十二年 现在都八十多岁的老人 是不是 当年的红卫兵 他们信了耶稣坐在这里 在我们马鞍山的堂会里边 有当年拿着两支枪 守在旺角的警察 他也是跟他一起来敬拜 有时候 我们要知道 社会的议题 可以教会 教会社会来导论 我们有一个公开的社会 我们还有很多自由 来表达我们的看法 我今天也是用着我的自由 来做一个牧师 是不是 我刚才说的很多的话 可能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说不出去 是不是 但是我还有这个自由 我还享受这个自由 我还运用这个自由 很重要大家要运用这个自由 来说出去 但是当整个社会失去了平衡的时候 教会要站出来 成为社会的一个榜样 如果教会分裂 就不是社会的榜样 我们所以关心 神关心的时候 今天我们这个耶路撒冷的成长 是不是建起来 这是他第一个关心 什么叫耶路撒冷的成长 就是教会的门 教会的门 不可以胡乱的打开 我们看见 私放的社会 他教会的门 胡乱的打开 他是说什么 你是德国人 就是基督徒了 在德国 大概是这样子说的 你生是德国人 你就是一个基督徒 真的是生下来 就是基督徒吗 我们知道不是 我们叫波道会 我们当年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就是说我们不允许你生下来就是基督徒 你要信福音才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叫 为什么叫Evangelical 为什么就是你要信福音才是基督徒 我们叫Free 为什么叫Free Church 就是我们不是来 政府来说谁是基督徒 而是要福音来说谁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从政府里面独立出来 我们看见西方社会 没有守好教会的门 现在好像所有人都可以会教会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是没有人会教会 是不是 你说所有人都可以会教会 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会教会 教会成为了走吧 成为了回教庙 就是没有守好这个成长 今天我们关心教会有没有守好 在这个历史时间 我们关心教会有没有守好这个成长 我们是不是你是基督徒 才是我们教会的一份子 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 才是教会的一份子 这个很重要的坚持来的 还有我们每个礼拜的安息 每个礼拜的聚会 我们的侍奉人员 我们的侍奉人员的供应 都是我们今天要注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关心耶路舍冷 我们首先关心神的家 神的家建立起来 最后是神的家 带动社会的转变 当初为什么有民主 就是因为神的家走出了一条路 民主的路 所以整个的苏格兰坐 英格兰跟着坐 英格兰跟着坐 其他欧洲大陆跟着坐 美国跟着坐 就带来一个社会跟着教会走的转变 不是教会要跟着社会走的转变 今天社会要教会跟着走 是不是 你教会就好告诉我 你是黄的还是绿的 还是蓝的还是红的 社会要教会跟着走 但是教会做一个榜样 要社会跟着我们走 这是一个最特别的时间 因为经过这一百年 神建立的教会 跟当初的教会 宣教师建立的教会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可能前面的政治情况 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发生 可能会有另外一次的六四 这是我们每个香港人 最担心的事情 是不是 我们做香港人 最担心就是另外一次的六四 可能另外三十年 政治的倒退 我们不知道 可能教会会面临更加大的逼迫 可能我们没有力量 再走前一步 但是尼西米告诉我们 神会祭练什么事情 神不是祭练你 在社会里面冲击了什么 神祭练你 在社会里面 怎么守住他的门 在教会里面 怎么祭练我们的年轻人 怎么祭练人的心情 怎么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每个人守着我自己的家庭 我这个礼拜 我们一家要去旅行 我们一家十二个人 因为我跟着我的外家一起 外家 你们都是叫外家 太太的家 十二个人一起去旅行 我们因为岳父岳母 年纪比较大一点 我们就选择了去坐游轮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担心是什么 现在我看见他们家里的讨论 很多时候 很多的短片 出现了 就是这个说一句 那个说一句 家里都分裂了 家里都分裂 我就想 我就安排了一个 一个家里的 一个的旅行之前的茶柜 跟他们谈谈 我就想 我好不好跟他们说 我们这是像邮轮 你是邮轮没地方跑吗 我们不要谈政治好不好 说一句这话 不要在邮轮 大家看见面都去旅行 都因为吵着一个家 就不开心 但是我想 不要只这样说 我想正是 大家可以表达 大家不同的看法 但是就是我跟 我的岳父岳母 我妻子的弟弟 其他的亲人 就是他说明 他们的情况的时候 就是一个福音 告诉他们的好的机会 年纪大的 哎呀 真的是香港 哎呀 很乱啊 真的很不开心 不要怕 来 信耶稣 信耶稣 是不是 你不知道 不要怕 不要怕 就是告诉他 来来来 这是神是最大的安慰 年纪轻的 哎呀 真的是 要冲啊 要杀什么的 告诉他 哎呀 神爱世人 是不是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平安 在神的面前 就是可以告诉他们 大家坐下来吃一顿饭 家里的人都有分裂 社会有分裂 不奇怪 但是我们这是一个福音的机会 我们看中的是神家里的人 谁才是进这个门的人 离奇米还有两个纪念 这两个纪念就在六章十四节 跟十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这两个纪念 他说我的神啊 求你记得多比亚 辛巴拉 罗亚底 吕仙子 可其余的先知 因他们行这事 要叫我惧怕 然后十三章 他说 以利亚蛇大祭司的孙子 耶克耶大的一个儿子 是和伦仁三巴拉的女帅 我就把他从我这里赶出去 我的神啊 求你记得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几分 违背祭司可立命人的约 这两个纪念告诉我们什么 六个纪念 这两个负面的纪念 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人的罪 神也会记得 神人的罪 神也记得 特别是猜尾神家这一个罪 神记得最清楚 这个纪念让我们 就算我们今天重回六世 让我们今天没有力量向前行 我们也知道 神一定会纪念作恶的人 我们不知道谁是作恶的人 神知道 我们不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怎么想 神知道 我们不知道谁要搞乱香港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神知道 神会记念 有这个记念的时候 我们安心 做鬼我们要做的事情 做我们的基督徒 也让我们首先 家里不要分裂 也让我们的社会 慢慢看着教会 成为一个榜样 往前走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夏天父 我们求你保守我们 特别是我们会说普通话的 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政治的斗争 我们心里害怕 但是我们知道神 你会纪念 其实我们看回历史 每一个要搞乱社会的人 你都纪念 你都惩罚 我们心里面 在一次 安稳在你的里面 求你保守我们 我们守着神的家的场 我们守着神的家 让人看见神的家 有合一的时候 社会跟着教会走 不是教会跟着社会走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灵而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